已經都快要推出產品了吧 兩個月前蔡明介財預告 會有新產品推出 沒想到現在傳出 今年聯發客的新戰友 居然是他 Honar店威盛董事長王雪紅 看準威盛旗下威瑞 也有CDMA技術專利 聯發客外傳 CES將宣布雙方合作計畫 讓目前三模三G手機晶片 直接升級到六模四G 它本身對這塊不是那麼強 所以說還是要 對外找尋像威瑞 在之前在CDMA這一塊 已經有些技術的基礎了 不過消息傳出後 聯發客六號股價 只有半天的新駐行情 收盤下跌0.92% 來到430億元價位 由於市場認為 去年三G機晶片所向無敵的聯發客 在四G一開始將面臨苦戰 我覺得聯發客 可能還是在布局的階段 真正要有一些營收獲利 我覺得可能要等到 明年機會會比較大一點點 聯發客前景不樂觀 攜手合作的好麻吉 紅大電狀況更慘 六號股價 中錯3.61% 來到133.5元 因為去年鞋下上市以來 首度虧損 以品質負的1.6元 接下來比如說第一季第二季 紅大電還是沒有辦法賺錢 我覺得對於它上百塊以上的股價 多少還有一些壓力 2014年呢我覺得是可以非常非常期待的一年 走過慘淡的2013 紅大電營運能不能如董事長所說的 值得期待 上半年的新旗艦機 將是關鍵指標 東森採衣新聞周報道 戰場 黃式小鴨 是超級消防水 約六號股 保有